泰国南部的陶公府星期四傍晚在两个多小时内接连发生八起爆炸案 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,14个人受伤 泰国警方相信,回教分离组织是幕后黑手 一辆停放在寺庙外的摩托车被装置炸弹 摩托车和附近车辆都被炸得面目全非 有三个人被炸死,包括一名军官和两个平民 据报道,摩托车属于当地一名女大学生 她在星期一遭人枪杀之后,摩托车被偷走 这是星期四晚上在陶公府拉埃区的八个爆炸地点之一 被放置炸弹的地点包括寺庙、邮局和火车站等等 警方随后还找到另外三个还未引爆的炸弹 泰国警方相信,幕后黑手是回教分离组织 不过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声称放案 泰南自2004年以来就陷入一片动荡 至今已经造成至少6500人丧命 至今到了某个大卦 大石坡 环 scene 大石坡 今到了某个大石坡 走南自2008年纪杀 大石坡 大石坡